这个男人正在和驯鹿斗法 这是因纽特人难得的狩猎瞬间 随着冬季的来临 齐普家的冰箱早已空空如也 是时候进山里搞点新鲜的肉了 现在河面完全冻结 正是捕捉驯鹿的最佳时机 他的妻子艾格是个神枪手 齐普只需辅助就可以 艾格也很享受捕猎的过程 这是他们夫妻少有的二人时光 可能是彩虹屁吹得太响 老天决定给他们增加难度 艾格的第一枪居然咯屁了 看着猎物逃走 这滋味可真不好受 鹿群往山上跑去 他们决定抄近路去堵截 喝油的就是比吃草的速度快 两人很快就到达了伏击点 没一会儿鹿群就如约而至 艾格举起枪瞄准鹿群 可能是美甲没有做好 影响了发挥 这枪又打偏了 而鹿群也受惊吓早已跑远 两人选择了回家 等风小再说 在北极生活打野就是日常 小艾此时正在调试捕猎陷阱 他这次的目标是山猫 猫肉味道不咋地 但皮毛昂贵 卖掉可以换取一些弹药回来 来到山上 他找到了一棵大树 将一个鸟翅膀拴在绳子上 让他随风摆动 这叫流苏 只要是猫科动物 就摆脱不了视觉引诱 他会用爪子不停地拍打 然后又用树枝围成一个栅栏 这样可以引导山猫走进陷阱 捧一些碎血盖住锁链 再产一些枕块的血 把陷阱埋起来 又在树根处放了鹿骨头当诱饵 有视觉和食物的双重诱惑 他相信山猫一定手拿把掐 接下来他还有很多陷阱要布置 回到家的艾格拿出了最好的白鱼 各个体型北硕 体内的鱼卵也更多 这是他专门留给姐姐的 今年他们那里的收获不多 一家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结冰的河道就是这里的高速公路 两辆雪地车在上面飞驰 溅起一路的雪花 没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隔壁村 这是姐夫杰克 艾格送给了他一些白鱼 他立马回赠了金汁 这也是因纽特人的传统 以物换物 姐姐准备了丰盛的食物 鹿肉 鱼肉 海包粥 咸鱼干和新鲜的面包 还有苹果 胡萝卜 芹菜等蔬菜 这些只能在商店里才能买到 当然这些商店里会长期缺货 众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美食 这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候 而我们的单身狗艾瑞克 只能拖着感冒的身体出去查看陷阱 第一个陷阱被触发了 但是什么也没有 还重新调整了一下 又去查看第二个 也被触发了 但只抓住了几个毛 直接给他气得不停地咳嗽 继续查看下去 终于有了惊喜 一只肥瘦的身影落在陷阱里 他被套住了尾巴 山猫在北极可是臭名昭畜 阴险 狡猾 凶狠 毒辣 艾瑞克直接一枪送走了他 这张毛皮可以换回不少子弹 不枉他辛苦地跑一趟了 第二天一早 齐普就开始查阅天气状况和地图 夫妻俩制定了新的狩猎计划 地点选在麦勒基维克山脚的湖区 整理好装备 两人就出发了 刚好一群路经过 艾哥静静地瞄准 等待最佳时机 他终于开枪了 有一只驯鹿慢了下来 显然他中枪了 夫妻二人不急不慢地走了过去 接下来轮到齐普出手了 他一把抓住驯鹿的头 结束了他的痛苦 杀生的感觉并不好受 但齐普一家需要生活 两人直接在原地清理路肉 将皮剃掉取出内脏 在特别寒冷的时候 他们也会吃一点肝脏取暖 当然如果来一盘爆炒鹿干配烧酒 那就再好不过了 而安迪家里的啤酒喝完了 他得去镇上补给一下 虽说开路十分艰难 但为了喝上啤酒 他还是提着斧头开始破冰 花了整整一上午总算完工 坐上雪橇指挥着狗子们 朝镇子出发 他先去自己的巴士仓库取狗粮 然后又到邮局取他心爱的酒 最后又到商店买了三周的食物补给 安迪赶在天黑前回到了家 妻子一直在门口等待 看到丈夫回来松了一口气 夫妻俩深情地干了一杯 撒下了一把狗粮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简单 自由 让人向往 但也有人好奇 苏大妈为啥要坚持一个人 留在荒山野岭呢 被熊啃被抢劫都没有让他离开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自由 原来他在这里有着一份高薪的职业 这些房子不仅是他的家 还是个气象站 同时还是加油站和搜救站 而苏大妈是这里唯一的员工 他必须要保证这里正常运转 高薪职业同样承担高度风险 在能见度极低的暴风雪中 他几乎快要无法呼吸 手中这15米长的绳子 就是他的生命线 每天靠着这绳子穿梭于各个房间 为了不被熊吃掉 屋子里挂满了枪 尽管如此 他还是差点死在熊大的手里 最终熊只是抢走了他的一只靴子 经历了有惊无险的一夜 他总结出两点 再也不能裸睡 再也不能把头对着墙 这里虽然危险重重 都不能动摇苏大妈留在这里的决心 大家猜一下 他一年的工资到底有多少